他曾是2016胡若全球富豪榜上的亿万富豪,当年以190亿元的财富为列该榜单的山东首富。 两年过去,他的大的王国联同首富称号一并失去了。 近日,一本山东局县法院发布的裁定书引发外界关注。 7月16日,山东城西集团有限公司,一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, 明显缺乏清查能力为由向该法院申请破产重整。 法院查明,山东城西集团有限公司,成立于1999年12月1日, 现已资不抵债,不能清偿得期债务。 近日,法院裁定,对申请人山东城西集团有限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予以受理, 本采定自己日起生效,文新京报记者赵一波, 山东城西集团是山东省重点工业企业, 现已形成石油化工、粮油加工、 国际贸易、文化旅游四大主营业务, 员工6000余元, 2016年石化企业总产值168.5亿元, 粮油加工企业总产值15.9亿元, 贸易业务方面实现销售收入261亿元, 2016年整个集团实现销售收入432亿元。 在国内商界, 陈锡集团也曾实力不凡, 集团连续7年, 入位中国民营企业500强, 2015年公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26位, 外贸民企500强第3位, 山东年企百强第2位, 中国化工企业百强第20位, 陈锡集团的董事长是邵仲义, 他现为举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, 山东省工商联副主席, 并先后当选第7届日照市政协委员, 第8、9、10届日照市政协常委, 第15届、17届、18届日照市人大代表, 第12届全国人大代表, 2018胡润全球富豪榜上, 陈锡集团的邵仲义, 以135亿元财富, 位居榜单第1344位, 邵仲义等商界之路, 婆夫穿其色彩,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, 1992年, 24岁的邵仲义, 还是举县外贸公司的临时工, 两年后, 自言不甘静默的他, 接手于一家只有十几人的乡镇小企业, 开始创业, 富有商业头脑的邵仲义, 用了六年的时间, 把一家作坊式的催促, 做成了一个大型塑料家企业, 并取得了自营进出口权, 2003年, 局限国有企业改革, 邵仲义完成创业生涯中的第一次兼并, 将即将倒闭的局限化非常重组, 之后陆续兼并五家地方国有企业, 并由此主建了, 山东省晨曦集团有限公司, 也开启了多人化之路, 2003年, 晨曦集团的营收是3亿元, 10年后达到了762亿元, 晨曦集团官网, http, www, chinchc, com, 虽然生意越做越大, 但少众议也曾遭遇, 银行的冷眼相对, 晨曦集团官网上, 一篇发布局,2017年3月的文章显示, 邵仲议曾在接受中国网采访时, 颇为无奈的表示, 使得企业一度面临非常艰难的境地, 当时还是沙东省省长, 现在的一间会主席郭树清, 亲自出面多方协调, 才为我们争取到了一线生机,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, 邵仲议也曾大声呼吁金融支持尸体经济, 2017年全国两会上, 邵仲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, 在2016年实体经济, 仍经历了最困难的时期, 如果支持实体经济的相关政策, 和改革真正落实到位, 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, 邵仲议称, 实体经济上期以来因资金紧张, 而备受困扫, 至于我国金融服务,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方式密切相关, 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偏低, 市场资金流向实体部门的动力不足, 晨曦集团官网, http, www, chinching.com, 邵仲议建议, 进一步积极打造源头活水, 增加市场流动性供给, 和优化银行现代配置结构并重, 提高商业银行对企业不良贷款的容忍度和放贷积极性, 提高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的放贷能力, 沿着监测资金流向, 促进社会资金加速成为实体经济的产业资本, 推动资金更多更好的支持实体经济, 进入2018年, 伴随着市场资金面的收紧, 企业违约潮风波不断, 少众议的陈希集团也绝非个案, 有数据显示, 截至2018年7月17日, 已出现27起债券违约事件, 涉及总金额近283.87亿元, 包括富贵鸟, 凯迪生态, 审物环保的15个发行主体, 去银保监会广望消息, 7月17日上午, 中国银保监会当委书记, 主席郭书卿, 带对付中国银行总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, 积极帮扶有发展前景的困难企业, 要分类施策, 为发展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选中送叹, 谋求双赢, 坚决并记忆刀切的简单做法, 这一会议被认为是自己面望走向夸松的信号, 往期精彩内容回顾, 关注财富与人, 挖掘公司不能说的秘密, 欢迎各位读者朋友圈分享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!